你可以加入剖面线 我们之前有讲过 剖面线加的方式 你可以在这边上面找到一个工具列 叫做Ctrl加3 在上面有找到叫做工具选项 这个面板里面就会有一个剖面线 那剖面线你拖拉过来就可以 另外这个A有没有 你如果要输入上去 有个小的诀窍就是说 最好在旁边输入再移过来 那移过来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说你直接比如说像这边 我们可以怎么做 这边比如说你可以找到 这个在绘图工具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想简单复习一下 就是那个Ctrl加3 这边有个剖面线 剖面线部分 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要某一块把它填满的话 就这个地方移过来放进去就可以 那另外的话 比如说你要填入一个文字 这边就文字点下去 在旁边先稍微点一下 给它一个范围 那比如说要输入A 那这个字大小特别注意 把它选取之后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字 字形改成像Arial就可以了 第一个Arial 在一般一般用的这个字形 这个Arial 那加深就Arial Break 大小大概5左右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那这个字可以移上去 不过移上去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时候移上去 它会到底层去 所以建议你先在上方按右键 可以把它的顺序置于最上方 就跟那个Word里面那个图形 是一模一样的原理 再来的话移过去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按下滑鼠的右键 右键不要动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拖拉过去了 按住先左键 再右键 好 这边的话呢 直接按住不要放 没有 就可以移动过来 按住右键 是右键 放开 这边也比较移动 此处 放开就可以 这边的话就会多一个A 那B D C 都一样的方式 就可以 把这个 比如英文字的话 可以把它标上去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线段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做一个更改 像这边你可以 在半径无内线的地方 按一下那个标注形式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修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文字的地方 我希望把它改成黄色 那改哪里呢 其实就是改文字的颜色就可以 这个文字颜色 改成黄色的 这样这边字就会变成黄色的 第二个就是说呢 那个箭头 更正一下 线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这个箭头的地方变红色的话 那 这边 特别注意哦 有两个地方都要改成红色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就是标注线 标注线这个地方就会变成红色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下面的地方 下面这边有个叫做延伸线 也要把它改成红色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标注出来的颜色 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就可以把它按确定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出来了 就会变成红色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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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成红色的颜色